養藥委員 好 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一下國劍署王署長 有請王署長 署長好 署長 新型菸品越來越多 所以有一些修法或是政策面 你們也必須要快速 當然第一個問題是要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青少年 根據國劍署108年青少年吸煙的行為調查結果 這個結果看了以後 就是從環統紙煙到電子煙到加熱吸煙品 的量都有 都在成長 對 吸食的人都在成長 加熱吸油減少 那這個 這個你覺得在煙害防治的政策上 需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我想有兩個部分 青少年的分 分紙煙跟新型菸品好了 紙煙跟新型菸品 那從法 紙煙我們 我們宣導煙害很久了 然後煤包香煙的景語也做得夠大了 對不對 這樣子的情況還是在成長 這個原因在哪裡 實際上紙煙的部分實際上是一直在下降 該不會覺得是景語的面積太小吧 對沒錯景語也太小了 我不覺得 因為在 我覺得這個是 國健署一廂情願的想法 那個 根據國際商的一個 一包 一包香煙 我 我是這麼覺得 就是說景語一定要有 可是 有景語 並不代表就可以 減少抽煙 對 景語的大小 跟避免青少年接觸 更是兩回事 對 沒錯 對不對 對 景語還是他的 大小命家還是有他的證據的 對 所以就是 以我在看 我就不覺得是景語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是問你說 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想對青少年的建議有好幾個策略要用 紫煙 我們先討論紫煙 紫煙的部分 基本上本來我們跟教育部也會做很多的一個策略的一個合作的部分 那也包括從媒體上跟同儕上的一個策略實際上都有在進行 那所以從 教育方面也好 從那個宣導方面也好 學校都是有 有進行所謂的 青少年接觸的部分 其實 其實107年之前 都是沒有 都是 減少 減少的嘛 對對對 一直在下降 對 所以這個 這個 原因我覺得你們要先去找出來 嗯 所以 他的成效實際上 為什麼 108年會 會 那個還在我們的統計範圍以內 所以 有可能是 一個 挑動 統計上的一個挑動 基本上來講 它的趨勢是下降的 那為什麼107年之前不會 不會有統計上的挑動 嗯 因為我倒是 你用這樣子回答 就 怪怪的啦 兩個部分 另外一個是我們看到是有所謂的電子煙的增加 一般來講電子煙的增加同時會抽紫煙的人 未來會有增加的趨勢 所以我們也擔心 就是 因為電子煙 吸食的人增加 所以 紫煙 吸食的人也會同時增加 過去的研究裡面 這個 過去的研究裡面 電子煙 抽電子煙的人 未來變成抽紫煙的是增加一倍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是我們也非常擔心的部分 那 那 那我再問你 就是說 電子煙跟加熱式煙品其實也在成長 加熱式煙品要減少 電子煙增加 加熱式煙品減少 對 電子煙增加 那你要如何 如何 改善 電子煙增加這個 這個狀況 特別是青少年 成年人就是 危險致富 青少年的部分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調查 剛剛我們那個統計裡面 電子煙 青少年抽電子煙 原因很多 一個是好奇 一個是同才 那這幾個部分實際上 我們也根據這樣的方式來 來做一些介入的策略 那 譬如說去年好了 去年我們請了 蔡英寧來做代言員 那很受青少年的歡迎 他叫說 喔原來我們 可是代言完是成長的啊 去年 去年蔡英寧 代言嘛 那代言完 很受歡迎 可是電子煙 其實的人是成長的 我們那個調查是同步進行 所以那個是調查之前 除了找名人代言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 喔 有辦法吃同才的部分 不是啊 欸 署長應該是這樣子啊 這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對對對 我說要你在這裡 回答得很具體 很困難 這個我也我也知道 不過 不過國建署 總是要 要 要有一些政策上的 的擬定 而且是有效政策的擬定啦 喔 有效政策的擬定 欸 譬如說 欸 名人代言 欸 到底 到底 效果怎麼樣 喔 這個也要檢討啦 因為名人代言 要給廣告費的嘛 對不對 喔 喔 對 名人代言的效果到底怎麼樣 欸 然後 欸 音頻 標語的警示 到底效果怎麼樣 喔 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綜合性的 的因素造成的啦 不過國建署 欸 正在主管機關的 的立場 確實是必須要有 要有 要有更具體的 的 的政策方向 好不好 我繼續問一個 就是說我們 煙愛防治法 第28條 規定 未成年吸煙 假如被查棄到 當事人跟監護人必須要接受戒嚴教育 對 戒嚴教育完以後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繼續的 的 追蹤 跟管考 看這個青少年 跟監護人 在接受戒嚴教育以後 欸 再稀釋的 的比例 喔 這個有 我們接入完 不然我們再調整我們的 接入的方式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不要 可是 這是法律明定必須要做的啊 有有有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那個 我們介入的傳統的方式是 不是很有成效 所以後來呢 從去年 開始我們對所謂的 被青少年被發現 如果他有抽菸 接受這種教育的模式 我們重新去檢視 然後發展了好幾套新的教育模式 而且現在在評估當中 實施了沒有 在評估當中而已 部分已經實施了 部分已經實施了 在看那個成效是不是 因為傳統的方式來上課 上完課以後回去 可能還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實際上有好幾個策略上在進行 這可以給委員再一個參考 喔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欸 我看 我看資料齁 去年全國違反 欸 因為那防治法第28條 處分分件大概有 有兩千兩百件 其實 兩千兩百件 假如以 以 以你們來的資料 來看 看青少年吸菸的人口 處分數 欸其實 不多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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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器上 本身就有困難啦 因為 因為西菸現在 畢竟 公共場合不能抽嘛 所以 茶器上有困難 茶器有困難 是一回事啦 不過我還是 我還是希望 國健署這邊 就是 有茶道的 藉菸教育要 要 要落實啦 這個有 有誠意性的東西 有誠意性的東西 欸 欸 假如能夠在 在 青少年就剛接觸的時候 欸 能夠把他 把他根絕掉 這個是 這個是最好啦 喔 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目前 就是 欸 我們 原來防治法 規定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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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管治的範圍 可能只限 傳統止菸嘛 對不對 對對沒錯 那 電子菸 有寒泥骨丁的 就屬於食藥署嘛 對 未寒泥骨丁的 實際上是 保安這90是 我們的 看到 那個菸油的檢查 保安這90以上 都是有 看看 假如都沒有 你就沒有辦法 管治嘛 對不對 大概是很難沒有 加熱式菸品 你們 你們 目前的看法是怎麼樣 要不要納入管治 所以 在 在那個 WHO在 7月 7月29號的時候 已經確定 加熱式菸品 就 加熱式菸品 就算是菸 我們剛剛已經是 在我們的 嚴害防治法裡面 我們送 所以現在 不需要透過修法 只要 用解釋就可以 沒有 我們在修法當中 是把 那個 加熱式菸品 定義神菸品 可是必須要加強管治 而且有風險評估 提出了嗎 提出了 送到行政員 好 請回 主席我再 請一下 石次長 市長好 市長上個禮拜 小英總統去 去澎湖 我們就發現 澎湖 這幾年的 的醫療滿意度 提升了20% 這個 這個跟 跟衛福部 特別是 石次長 做個自卸 不過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離島偏鄉有很多 醫師都是公費醫師 公費醫師 公費醫師現在是 是 服務 服務的年限是 六年 對不對 我講的不是離島保送 我是一般 一般公費是六年 那你們 你們有要 有要延長 我們現在已經有提出那個 新版的這個 第二期 我們第一期的公費生 是從105年到 109年 所以明年是開始另外一期 我們現在提出來的 新版在行政院的是 要延長服務時間 是延長到10年 我覺得延長服務時間 會造成很多 很多想 想讀的人 不去讀 因為 我大概也知道 部裡面這邊 遇到的困難 就是延長服務 服務年限 可以解決部分的 醫師人力的問題 可是假如說 衛福部一直不從 醫師的總而管控 去解決問題 你 因為 因為 澎湖有很多 確實都是公費醫生去 數值 也不差 一旦延長以後 會不會 讓很多人 不願意選擇 就讀 這個 這個恐怕 不過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有那個配套的措施 雖然延長 服務年限長了 可是它可以 分階段 分期復還 它可以延更長 同時它是在醫學中心任職 去 去 這個服務就可以 所以我們有幾個 配套的措施 讓它有 繼續進修的 總是從六年 變成十年 這個是已經 已經確定的 現在在行政院審查中 所以已經 已經 衛福部 已經報到 報到院裡面 對 這個你們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這個 這個 欸 我看 我是從人性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 我原本 原本 可以 可以 考 就是說 原本六年 我可能願意 欸 可是 十年 我可能 就 就往 下一個 下一個自費的 的 的科系 懂我意思嗎 嗯 這樣 我們是不是 把我們的計畫書齁 因為它還有其他的配套啦 不是只有單純的這個 年限的延長 有一些 對這些公費聲勢 比較有利的培養 就是把它當成國家的人才來培養齁 所以 我們把那個計畫書送給 委員指教這樣 好 好好啊 不過我還是 最後還是要講啦 就是說 欸 全國醫師的 的 總和控管 這個 這個不檢討 然後 全部 全部從 從其他的來 來做 做考慮 這個 有一點點捨本足摸啦 好不好 不過還是要感謝你們啦 這幾年對於離島偏鄉的 醫療提升 確實做了很大的貢獻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